中文字幕——Y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宇飞 2013年11月 18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要求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 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 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 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 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这些改革的目标目前推进的情况如何了呢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姚大爷今年75岁 这几年一直在为如何提高自己的存款收益而发愁 现在理财产品或多或少都存在风险 而定期存款虽然安全 但利率又太低 2015年7月 银行的理财顾问 向姚大爷推荐了一款7.30万元的储蓄产品 大额存单 这个东西呢 是新的东西 我主要看中了它没有 一点风险也没有 现在我搞这个理财 我拿到这个理财那张纸啊 他们跟我签的合同啊 上面有一行深黑深褐色的那个字 这几个字 什么风险要本人支付 大额存单 这个风险没有了 心里很放心的 比过去的存款 定期的存款 有进来不来 目前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 一般在2%左右 而姚大爷买的这种大额存单 执行利率2.8% 高出近40% 同时还是无风险的储蓄产品 这让姚大爷很放心 2015年6月2号 央行公布大额存单管理再行办法 率先在9家大型银行 面向机构和个人投资者 试点发行大额存单 7月30号 大额存单发行主体范围扩大 有9家扩充至包括外资 城商行等102家全国性各地法人银行业机构 大额存单采取市场化定价 未来如果我们有了更多的大额存单 那么负债的很多产品 它的定价就变得市场化了 因此它也可以推动资产端 尤其是贷款利率的市场化的一个进程 国际经验表明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有序推进和完善的过程 最近两年 国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稳步前行 已经初步让实体经济感受到了金融改革所释放的红利 李立峰在上海经营一家有机涂料公司 2012年 它以7.25%的利率在普发银行贷了第一笔信用贷款 当时是给我们的在国家基础利率的基础上是上调15% 由于行业发展势头良好 李立峰将所有收入全部再投入 又一扩大产能 2014年 它又出现了300万左右的缺口 需要一笔贷款 而这时 普发银行将李立峰的企业 纳入千人千户小微客户培育计划 向客户提供专属化的受信产品 和极具吸引力的贷款利率 进入这些普发千人千户的企业 它这个利率各方面都有一些非常大的一些优惠 在国家基础利率的基础上 是下调了10% 主动下调了10% 所以让我们整个企业的这种融资成本 有一个大大的下降 从7.25%到5.8%的下调 让李立峰这样的小企业主 切切实实体会到了贷款利率放开 带来的实惠 而商业银行也从吃利差的大国贩中走出来 看到了新的发展路径 倒逼着我们中资银行去面对这样一个利率市场化的环境 不断的去提高自身的这样一个经营和管理的能力 建立了以客户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经营理念 我们也摆脱 足足摆脱原来这种简单的业务模式 公开数据显示 至2015年上半年 普发银行企业贷款年度平均利率 将2012年末降幅超过13% 另据央行统计 2015年6月份 全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为16.04 比2013年6月份下降0.87个百分点 一个就是要逐步培育市场可接受的一个政策利率 第二要继续推动信贷的证券化 还有一个要做的 就是要继续要发展债券市场 那么如果很多企业同时都能够在债市融资 又能够到银行去借款的话 那么它就有两个竞争性的融资渠道 这两个竞争性融资渠道 就可能使得贷款的利率 逐步向债券融资成本靠拢 因此就可以强化市场化的定价机制 功夫要在价格管制上面 这个数量管制上要放松 就让数量无论是供应方面的数量 还是需求方面的数量 能够充分的展示 这样的话他们形成一个均衡价格 那就是一个市场利率 配合着利率市场化同时推进的 正是大步前进的汇率改革 2005年7月21号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形成到2015年的8月14号 人民币对美元欧元与日元 分别升值了29%40%与42% 有效的纠正了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低估 使得中国的内外资源配置更加均衡 极大的促进了人民币的国际化 2015年8月11号早间 央行宣布完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 这是汇率改革的关键一步 体现了中国稳健的向汇率市场化前进的步伐 2015年8月11日星期二上午9点半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6.2298 相较于前一日人民币中间价下跌约1136点 跌幅达1.82 消息已出市场反应据点 截至8月14号 人民币市场汇率累计跌幅为3% 中间价是央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与每日9点15分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价格 由做时商报价平均产生 为当日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上下浮动的基准 后一改十年 中国曾三次放关人民币对美元日内汇率波幅 从千分之三协助扩大为目前的2% 但中间价作为基准汇率 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大致稳定 当前市场疫情的联储将在今年年内加息 导致美元走强 欧元日元趋弱 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大宗商品生产国货币免质 而我国贸易顺差 持续处于高位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相对于全就多种货币表现较强 中国是一个大国 对于大国来讲 就是说你资本账户又在逐渐开放 资本开始跨境自由流动 那么如果你想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你就必须要实施更加弹性的汇率制度 这就是国际经济学中一个不可能三角 就是你不可能既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又有这个自由流动的这个资本 最后呢 你还有完全固定的汇率 央行在关于完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中间价报价的声明中称 自2015年8月11号起 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 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 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 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 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这次改革呢 它主要是就这个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 做的一次这个调整 那么调整以后呢 它整个的这个汇率形成机制呢 更加市场化了 一个市场化的机制 更有利于长期的稳定 2015年以来人民币对其他多国贸易相关货币 加权平均上涨半支时 导致中国资产虚高 并推动生品价位虚高 此次调整 不但能够释放前期积累的人民币贬值压力 也将使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变得更为市场化 汇率更加富有弹性 18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明确提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 2014年10月29号 国务院第67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存款保险条例 并于2015年5月1号起施行 这项研究与讨论了近22年之久的制度终于落地了 它的意义在于不仅用市场化的制度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更用市场化的方式来引导商业银行的经营 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 意味着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 也预示着后续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将向更深层次迈进 2015年5月1号 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实施 这项引人关注的制度 包括这样几个核心要素 一是对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 实行强制保险 二是实行50万元的限额赔付 能够为99.63%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护 三是基准利率和风险差别费率相结合 以基准费率起步 逐步过渡到差别费率 四是取之于市场 用之于市场 五是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及时防范 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作用 存款保险条例就是做出一个规定 就是一旦一个机构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之后可以采取偿付 直接偿付 那么也可以采取 就是让好的机构来收购这家机构 然后实现你的存款的顺利的转到一个好机构里面去 存款保险制度其实就想建立一个通过市场 通过机构 这个金融机构自身出钱 然后解决你的问题 这样一个机构 总之不能说一出事到最后政府都得 像我们过去那样 如果是那样的还是市场经济 这样的制度设计 其实是欧美发达国家的通力 2008年危机爆发之初 美国发生了20多家存款类机构的倒闭 由于健全的存款保险制度 银行有序倒闭 避免了金融恐慌 即至2011年8月初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先后接管和处置了500多家倒闭银行 没有出现一例集对风潮 从国际经验看 存款保险在处置问题机构时 大多数情况是让好的机构来收购问题机构 将问题机构的存款转移到好机构 从而使存款人继续得到全面保障 2014年3月24日 涉养农村商业银行庆纷纷离处 聚集了许多恐慌性取款的储户 仅仅因为银行要破产的谣言 击兑危机便从单一网点向整家银行蔓延 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 不得不出面安抚群众 平息事件 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 实际上为村镇银行 民营银行这类小银行 提供了一个吸引保障 既和有效防止击兑 又获得了和大银行平等竞争的期望线 那么这个公平环境的话 就有利于小型银行 也能够取得较快的发展 实际上是有利于建立我们国家的 一个比较广覆盖的 多层次的这么一个 中小兼发展的这种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负责人表示 2015年5月1号 存款保险条例实施以来 按照国务院工作部署和要求 人民银行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扎实做好存款保险制度 实施的各项工作 目前各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已经办理投保手续 今年的5月和6月 保费已经归集完毕 总体上来看 各方反营积极正面 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大中小银行存款保持基本稳定 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秩序正常 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各项工作 有序推进 18届三中全会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要求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 建立拒灾保险制度 2014年8月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发布 一场巨大的变革 也同样出现在了保险市场 徐银平做保险代理 已经有12年了 眼前这位是她的老客户 高丽玲 2003年起 高丽玲就开始把保险 作为她理财计划中重要的一项支出 今天她前来咨询的 是一款刚刚推出的新产品 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 是保费低了 产品实惠了 保障的范围丰富了 而在这背后引领这一切转变的 正是保险市场最基础的定价机制的改革 也是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 保险费率改革 保险产品预定利率 是指保险精算师 在设计产品时 为保单设定的每年收益率 早在1999年 由于市场利率不断下停 逆差损风险爆发 保监会就将人参线产品预定利率的上限 调整为2.5% 而这2.5%的固定利率上限 将我国的人参保险产品市场管制了14年之久 多年的固定费率 让市面上的产品同质化 企业经营机制僵化 市场充斥着恶性价格竞争 一个本该前景无限的朝阳产业 陷入了增长低迷的怪圈 长期的管制 我们受限业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 持续低迷 就是在费率改革之前 我们的受限业的新单的增速 都是负增长 而作为市场一线的业内人士 新华保险的总精算师龚兴峰 对于中国保险市场的现状 既困惑又无奈 12年123年的时候 我们去出去路远 我们拿出我们年报的 向客户 向投资来经解释的时候 那么他们的质疑更加明显 就是说 我们并没有体现出来一个 在潜力很大的市场上 表现出非常快速发展的状态出来 2013年8月 经国务院批准 普通型人身保险费率政策改革 正式启动 新的费率政策 从普通型人身保险改革开始实施 新政规定了一系列的费率改革原则 其中产品的预定利率 将由保险公司 按照审慎原则自行决定 一个封锁了14年的闸门 终于被打开 市场的力量奔涌而出 而龚新峰更是真切地感受到 改革浪潮的道路 费率改革以来 龚新峰最大的变化就是 忙了 他既要下沉到市场去调研 需求是什么 也要设计新产品 做好精算 既要考虑保险资金投向哪里 收益如何 也要考虑风险的把控 产品预定收益率如何兑现 因为过去的时候 产品大家都说 都是在一个框框里面做出来 那么所有的整个行业卖的 都是同样的东西 真正地走向市场 真正地面对客户的需求 针对于去激发企业 一个创新的积极性 将产品的定价权交给了公司 交给了市场 这样就倒闭保险公司 在经营机制 发展的模式 服务的方式 包括他公司的内部的组织架构 都会要适应这种改革的需要 作为我们监管部门来讲 主要是强化事后 事中事后的监管 两年的时间 保险费率改革取得了巨大市场成功 2013年8月 普通型人身险费率改革以来 累计备案 审批的普通型人身险费率改革产品 达983个 2014年 普通型人身保险保费收入 同比增长百分之二百六十五 增速较改革前增长近三倍 2015年2月 万能型人身险费率改革以来 累计备案审批的万能型费率改革产品 二百五十个 2015年3到6月 万能型人身险同比增长百值六十六 近年保费收入突破两万亿元大关 增速达到了百分之十七点五九 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高的一年 今年一至五月 保费收入达到了一点二万亿元 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五 去年的保险公司利润 两千零四十六亿元 同比增长百分之一百零六点四 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年 张法庆是北京市大型区黄村镇 一个有名的养猪户 每年他的养猪场里 要出来两万七千头左右的生猪 作为养猪大户 猪价是张法庆每天一扫 都要关心的头等大事 今天的价格是十七块九 一公斤 一公斤 对 那这价格怎么样呢 挺好的 当然我们还希望再高一点了 经过几个月猪价低迷的煎熬 张法庆终于迎来猪价大涨 但就在2015年一到五月 升猪价格却一路下跌 最低时跌到了四块八亿斤 大大低于饲料成本 一到五月份的价格确实是在底线 将近十八个月的底线了 我们养猪人也都陪着 都 腰杆都植不起来了 不过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张法庆扛住了这一轮猪价下跌的行情 因为他购买了生猪价格指数保险 这是2014年12月 中国人保财险在北京地区推出的全新农业险中 张法庆抱着试试汉的心理 为自己即将出篮的两万七千头生猪上了保险 总共支付了32.4万元的保费 每头生猪的保费为60元 他只需支付12元 剩下的48元 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付 没想到 2015年的生猪市场变怀莫测 这让张法庆大感庆幸 这份保险满队了 4月份最低嘛 4月份赔了70多 5月份赔了50多 这份普通的农业保险 这一端连着田间地头的养殖场 那一端连着坐落在北京CBD的中国人保财险大厦 看似经济实惠的保险产品 背后却蕴藏着复杂的保险逻辑和精密的精算技巧 从这个价格保险来看 它从一些设计的原理 包括一些触发指数的一些设定 是吧 它还是比较复杂的 在也是属于创新的一个产品 不只是张法庆 对于全国许多农户来说 保障生产成本的农业险并不新鲜 但是保障目标价格 保障收入的农业险却是头一次听说 前些年的蒜泥狠 江里军 朱飞天 让许多农产品的价格 出现了过山车式的巨幅波动 那么有没有一种保险产品 能帮助农户锁定生产收入呢 从2014年起 保健会在全国20个省市 启动了包括粮食作物 生猪 蔬菜 特色农产品的目标价格保险试点方案 一年间 农业保险备案新产品1314个 其中有57个 是属于涉及价格和天气的保险产品 一方面呢 就是为这个由于自然灾害 或者疫病导致的损失 提供了保险保障 同时 也为由于市场价格波动 和产量的检查 造成的损失 提供了保险保障 因为这些产品 还是非常受老百姓欢迎 2014年8月10号 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 若干意见中特别指出 大力发展三农保险 创新织农汇农方式 积极发展农业保险 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链 提高农业保险保障程度 除此之外 还要拓展三农保险广度和深度 积极发展农业小额新代保险 农房保险 农机保险 农业基础设施保险 森林保险 以及农民养老健康保险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 等普惠保险业务 但农业保险在全球范围内 都是一个风险高 波动大的前种 而我国的农业和保险业 还属于并不发达的行业 如何用市场 而不是行政的力量 解决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呢 2014年12月 23家具有农业保险经营资质的 保险经营主体 和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发起成立 中国农业保险再保险共同体 尝试用更有力的再保险机制 来进一步分散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 和一个农共体的成员呢 他接受了城堡的农业保险以后呢 他都会把风险分到这个农共体内部 那么他的风险呢 会在其他成员公司之间呢 来分散 每一家公司都按这个方式 进行再保的方式来进行操作 所以呢就是 一个公司承担的风险 实际上是在整个农共体内部 得到了一个比较充分的分散 北京市昌庆区北大国际医院的开业 让住在回龙冠地区的冯奶奶 看病有了好去处 这个环境特别好 2014年12月开业的北大国际医院 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第九家附属医院 也是我国第一家社会资本大一的综合医院 在我们这个医院里边 因为没有政府的这种财政投入 所以还是需要这种 应该是说从建设医院的投资 到包括特别是建议初期的 这些应该还是都是要有一个强大的资金的支持 而今年 北大国际医院 接受了一笔非同寻常的投资 这笔高达20亿元的资金 来自保险业背景的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对太平来说 这是第一次投到医疗的领域 然后从整个保险资金来说 也是第一次通过保险资金的基础 是是占权计划投到医疗的领域 而这一场看似优势互补的跨界合作 在几年前却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2012年下半年以来 保健会陆续发布30多项政策 开始为保险资金松绑 拓宽了不动产股权投资范围 开放保险资金投资创业版股票 优先股创业投资基金等领域 2014年8月10号 国务院颁布了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特别提出 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的独特优势 在保证安全性收益性的前提下 创新保险资金运用方式 提高保险资金配置效率 鼓励保险资金利用债权投资计划 股权投资计划等方式 支持重大基础设施 棚户居改造 城镇化建设等民生工程 和国家重大工程 鼓励保险公司 通过投资企业股权 债权 基金 资产知识计划等多种形式 在合理贯控风险的前提下 为科技型企业 小微企业 战略性基金产业等发展 提供资金知识 肖兴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这位70后的金融机构掌门人 有幸经历了保险资金运用领域 发生巨变的时代 其实每一道政策 就是把我们捆绑到我们身上的一种 说服啊 就解开一条 改革红意 让保险资金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格局 初步形成 更加强了保险资金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截至2015年6月末 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已经达到1.2万亿元 主要投向交通 人员等领域 还有1177.5亿的保险资金 参与保险房建设 还有更多的保险机构 发起设立小微企业投资基金 和医疗健康产业基金 保险资金收益率 更是大幅提升 2015年上半年 全行业保险资金综合收益率 达到10.32% 创造了8年以来最高水平 2014年 全国保险收入突破2万亿元 保险业总资产突破10万亿元 而超过10万亿的保险资金 也将变成分楼和僵盒 流向国民经济的更多领域 金融改革和创新 是金融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重要手段 而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 保持金融稳定 则是金融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前提 保持金融稳定 一定要树立底线思维 坚持金融稳定在金融工作中的优先地位 始终要坚持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 只要金融是稳的 经济的核心部分就是稳的 我们在发展和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就都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解决 如果出现市场大幅波动和机构异常情况 必须果断行事 该出手时就出手 不能犹豫不决 延误战机 既不能理解为发展转向 更不能理解为改革倒退 发展的方向没有变也不会变 改革的决心没有变更不会变 对没有先例的创新与探索 要有发展的眼光 要有改革的思维 要有稳定的意识 大家共同努力构建一个公开透明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金融视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播出的是央视财经评论 敬请关注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